影響台湾的时间呢以及强度来说的话呢都会更加的严重一些些 先来看一下他最新的一报的一个资讯来说的话呢 时速的部分呢还是维持在16公尺每小时 往西北的方向前进 但是中心的风速呢已经从刚刚的30公尺每秒现在到33公尺 也就是刚好跨越中台的一个限度 最后暴风半径来说的话呢 现在已经涨盘为180公里了 所以呢在整个影响的范围跟强度来说的话呢 又会再严重一些些 大家一定要格外来留意哦 现在呢在花莲的东南方大约是4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持续朝花东方向的方式来登陆 海上警报的区域呢也增加了 除了台湾海峡巴斯海峡跟原本的东部海峡之外呢 东北海域也增加到了这个海上的警报范围 而陆上警报范围增加了三个县市 包括了宜兰包括了台中以及彰化的县市 所以呢现在全台湾的路上 包括十一个县市都是在路上警报的范围 所以呢所有全台湾呢 应该都会被笼罩他的暴风穴里面 全台湾都必须要做好防台的措施 尤其是东台湾首当其冲的部分 再来看一下呢 卫星云土的部分呢 可以更清楚 大家说这个是个凸头台 没有错 因为上方的结构来说的话呢 比较比起下方的扎实的部分呢 有松散了一些些 这样的情绪呢 这样过去之后呢 虽然是穿星台 会不会因为他凸头的关系呢 对北台湾的影响 比较少一些些 南部来说的话呢 会比较严重一些些 这还要再观察 不过他毕竟从花东呢 穿星的部分来说的话呢 时间来说 全台湾都还是在他的 影响的范围里面 所以呢大大相当于是 都会从今天入夜之后呢 东台湾会感受比较明显 就开始下强阵风也开始吹哦 但今天入夜之后呢 触到东台湾 当然在明天早上 就是中心登陆的时间点 一直到后天的早上呢 中心才会从园林嘉宇 左右的这个方位来出海 当然出海之后呢 就要关心这一块的热带性低气压 为什么要关心呢 下一张图卡会更加清楚 可能会带起了西南气流 这一个就是台风中心 我们刚刚说的周日早上的时候呢 它会有这个出海的一个现象 但是你可以看到 由于这个风向是逆时针的风向呢 所以把这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给带了起来 礼拜天早上的时候呢 可能还在这个区块 但是你注意哦 礼拜天中午左右呢 这一个颜色块呢 就会被带上来的 热带性低气压的水漆跟云系 但是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呢 中心可能已经登陆大陆了 这个时候呢 晚上了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更明显的整个气流 就会被西南气流给带了上来 所以呢 现在是不管有没有西南气流 西南风是一定会有了 所以呢 南台湾一定要格外留意 之后的一个二度的雨势哦 这时候礼拜天晚上呢 可能中心已经在大陆的内地 可能变成轻度台风 也可能变得热带性低气压了 虽然说台风已经远离 但是一定要留意 可能带来的西南风 或西南气流 这样的一个图卡 就会非常的清楚哦 为什么风势 我们一直在强调 二度伤害 从星期一到星期四 甚至不排除到星期五 雨势的话呢 中部以南跟东南部地区 都要格外留意他之后的一个雨势 因为可能是一个强降雨 暴雨的情形哦 现在上看八九百毫米 都只是到星期一的预估 山区可能到九百毫米 二三四三天都很有预估哦 所以呢 之后这个星期来说的话呢 天气都非常的不稳定 刚刚天上去也最新发布了大雨 豪雨的特报 赶紧看一下最后一张图卡 就非常的清楚哦 西部从台北基隆 基隆这个北海岸到这边 到恒春半岛 全部都是大雨特报的范围 豪雨特报的范围 包括了宜兰以及南投 还有台东线 最后大台大豪雨的部分呢 就是落在花莲的地区 因为首当其冲哦 所以呢这个区块来说的话呢 全台都是大雨以上的等级 一定要格外留意 今天入夜一直到礼拜天 影响的时间点哦 两天真的大家做好 防台措施就对了